多数情况 有些年轻人他不到医院里来 他到哪儿去呢 他到药房去 到药房去以后 听药房的一些医生 不是叫医生了 叫药师 说你用哪儿这个吧 用哪儿那个吧 但是这个呢 他肯定特别的适合你 那我们需要到正规的医院 到眼科来 让医生看一下 你到底是哪种因素 得了这个引起的那个痰症 如果是说你手机电脑看得多了 那我们休息休息 脑溢结合 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是糖尿病代谢异常 那我们要从根上治一症 你把你的血糖调调平稳 还有就是说你确实是 眼表有问题的 得了一些炎症 那我们需要消炎 先把这个炎症消除 还有一大群的人呢 他就比如说你得了一些过敏 就是你有过敏性节目炎 那往往过敏性节目炎的话呢 和这个干减症相辅相成的 你眼睛痒啊 眼睛这个有异物感啊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一些人工类液 来稀释过敏炎 来缓解你的症状 所以说呢 我们治疗干减症呢 不是光看一点 要综合的去看 那你是什么问题 咱们一一的解决 才能起到一个最根本性的一个治疗的建议 和治疗指定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